大家好,歡迎來到天神掛,我是天神 來到新射雕群俠傳 今天照舊和大家看一下陸服的最新活動 今集都會參考大神的進度 看看他們玩成怎樣,會練成怎樣 喜歡記得訂閱天神掛,還有記得按LIKE 首先看一下最新活動,金龍蜜狀 其實很多人都會想我多拍一些禮包 幫他們準備未來的課金預算 或者資源預算等等 所以我都會繼續拍最新禮包的情況 我們先看一下,這是什麼呢 一開始會有這些,下面有10格獎勵 獎勵就放入這些箱裡 你就可以靠課金,就像許願樹一樣 課金就會儲滿這條箱裡 儲滿這條箱裡有20個鎖匙 就可以開箱了 一開就開了玄武石 這麼佛心呢 沒了,沒了再開了 如果你再開,你看到這裡要20 over 40 你要40條鎖匙才可以再開 但是,哇,好順喔 無緣無故送了一顆玄武石給我 看看獎勵如南馬 神話合客任選,其一 這個不是普通的神話 選擇包比較多 有限時角在裡面 橙色秘席任選 這個是選擇包,任選包 有紅七公、小紅女、黃三女、何竹道 只有這幾隻 這次台服那些都是 只有那幾隻選的 就沒得全部角色 每次都不同角色出 打孔石、武學卷族 這些都是正東西 武學卷族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現在武學卷族 你現在五隻角色 六格,六五三十 你起碼都是三十個武學卷族 你要全部紅了 你才開始入到這個神級地位 之後,金鎖神話招募 神話珠武碎 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場見開的 最重要都是這個橙色武學 武學是比較貴的 反而角色碎片還不好 慢慢儲來抽 但秘席呢 真是儲到明天都未儲得到 好啦,不如我看一看 我差多少 我升到那個陣化 嘩,激活 差三顆,好厲害 好,我們現在就去看一看 這些大佬級的人馬 究竟他們玩得如何 在巔峰對決那邊看一看 第一名的這個 他就三萬四千萬 即是三億四千萬 他玩歐陽鋒、郭靖、王三女、天竺爭、王上、趙敏、獨隊 即是 然後看一看歐陽鋒 你看到他的三字 這個忌滅 即是代表 他的經脈已經升到三重 1、2、3 即是有霸氣的技能 攻擊最前傷害超過目標 血率35%的時候 就有20%血率觸發 令目標暈圓 持續兩回合 可以自己選擇 然後記面還有另一個 我忘記了 看一看 他的秘積 你看到都是橙武學 全部齊了 橙色秘積 橙色秘積 那三個齊不齊 不齊差一件 武學那邊 混天弓 這位大哥用混天弓 這個全部紅色武學 主要加血量 血量 中毒真傷 護甲 血量 護甲 對啦 中毒真傷可以拆多一點 都很重要 好 看看周八通 這個 是忌影 那就是用奇末五轉 因為不想被人控 就用這個 之後紅武學也是拆 護甲血量 減傷 內功減傷 都是這類的 保住自己的命 最重要是周八通 什麼都不介意 那好啦 那速度那邊 大家看看 他90 其實差不多封頂 因為呢 速度 本身 如果你什麼都沒有加 他就0 看看其他人的速度 他都升爆了 嘩他都升爆 他都升爆 這個60 少些 嘩他都升爆了 看這些人 先看看 唉 其實要找我自己做例子 最好 洗速度也是一個無底心譚 來的 大家看看我的速度 我的速度只有30 然後當你的秘值 你下了那些 對啦 下了這個屬性 那你看一下 速度就變回10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秘值 是可以使用這個速度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 看著 即是怎麼說呢 速度這家東西 除了自己在升之外 你都要看別人的速度去到哪 要不然你不可以萬無目的去 去拆你的速度 那所以這位人兄 他滿了 全部的速度 全部被他拆到90 即是都幾誇張 好 那之後我們看看 郭靖用什麼武器 郭靖用這個 天羅地網 外攻 真相 暴擊 暴擊血量 然後秘值 齊不齊 兩件 三件都有 普遍都有 一招幾 好 黃衫 我想說他用曼天花魚 大佬咳 曼天花魚 我一套都未齊到 他已經紅色了 全部 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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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是 護甲 減傷 內攻 減傷 血量 都可以 防禦 互甲 血量 格檔 其實拿掌都不行 都是好的屬性 當然 你的回合回路 也是個不錯的 但如果你要選擇 攻擊力先 攻擊力先 天竺珍用什麼 天竺珍無學 運天弓 就是護甲血量 天竺珍齊了四個臂直 經脈一點沒有練 你看到頭頂有1字或者3字 甚至有6字 那些是有經脈的 經脈未打通頭頂是沒有東西的 看看他的稱號 好漂亮 閃亮亮 我想這堆稱號要貨 我想起碼要7萬元起條 裝備就8級 打造消耗30萬 閃亮亮藍色的 8級寶石 時裝 蛋 潮身星 他就不是說很多 浸發 去到龍人虎少鎮 熟練到3級 未擊活 OK 再看暗夜 這位仁兄 他的稱號又怎樣 他也有很多稱號 時裝他都OK 跟剛剛那差不多 都是8級寶石左右 小龍女 小龍女 小龍女看一看 看他有什麼鼻子 什麼武學 他就用風雷掌法 都不意外 減速攻擊有20% 降低20點速度 這招其實挺厲害的 氣靈 其實我覺得這個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減人速是痴痴的 氣靈又來了 他就用渾天弓 國霜 用國霜 國霜渾天弓 不要那麼容易死 幫手控 鼻子 都齊 他玩到國霜不錯 我挺欣賞 他玩到國霜 國霜才能做到國靜 林朝英 天羅地網 反而不用這個萬天花魚 好 之後 周梓陽 周梓陽的風雷掌法 哇 快要齊了 差一件就有九件秘籍齊了 90速 我暫時見到最快 未見到再快一點 看看有沒有特別的角色 先 普遍都是這隊 周梓陽 郭靖 小龍女周八通 黃沙露林朝英 這些都是常客 你看到 好多人玩復活隊 獨隊復活隊好多人玩 獨孤求敗 一定是萬天花魚 好帥 劍魔 正是劍魔 好多人玩復活隊 你看到全部都是復活隊 木先生 楊過 對呀 全部都玩復活隊 這隊劍 張無忌 武學 暈天弓 因為是坦 然後放在前面做坦 黃沖 好像去了第二個次元 看他的王沖 稱號這些就少了 寶石也是 7級都很多 所以跟大家說 好 大致看到這裏 看到大家 人出什麼裝 其實都不是跟之前很大分別 主要是多了些經脈系統 會有些技影響 還有這個 秘藉等等 好 今集分享到這裏 喜歡的就留言 跟我說